什么是脑死亡 王涛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脑死亡顾名思义 那就是脑子死了心脏还在跳 那我们在医学上比较严谨的就是诊断脑死亡呢 它是有标准的 那么国际上的标准是什么 是这个不可逆的 那么首先有这么几点 第一出现不可逆的生活迷 第二脑干 各种反射都消失了 第三没有自主呼吸 那么这是三个必要条件 还有三个只要有一项的条件 就是第一个是脑电图提示 脑电波没有脑电波 第二个是精炉的多普勒必超提示 炉内没有血流 第三个就是提表诱发电位 没有提表诱发电位的电微波 如果这三个条件具备一个 我们就只能脑死亡 那么现在这个脑死亡的概念呢 由于它存在一个伦理学上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在诊断脑死亡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慎重 专家提示 1.脑死亡是指脑子死了 心脑还在跳 2.脑死亡的诊断标准 是出现不可逆的深昏迷 脑干的各种反射都消失了 没有自主呼吸 3.三个条件具备一个就诊断为脑死亡 active 重要的诊断标准备 6.脑死亡的讯息 店家再用诊断标准备